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句好话的大力量 故事的主角是谁 就是他 住在屏隆的张桂英师姐 这是2012年 他陪伴着莫拉克风灾 受灾相亲 入住慈祭大爱屋 入处的欢喜画面 现在他做慈祭 总是有说有笑 欢天喜地 不过在31年前 先生突然往生后 他有整整 暂黏膝肝 他是将自己的心门 封闭起来 直到听到了正言法师的一句话 他才心开运转 浮起来 想知道哪一句话 给了他人生 重生的大力量呢 带大家到屏东来认识 因为慈祭 生命更亮丽 桂英师姐的故事 我的家人 这个时候是我的 我的儿子 还不到两岁 还不到两岁 那我女儿四岁两岁 他从来都不照相 那那一次呢 他就叫我说 我们来照个前家福 之前十年前的 我不敢看 我会给他藏起来 我一看到我就想到 1983年 张桂英 挚爱的另一半 意外往生 笼罩在哀伤情绪的他 那时候开始 除了工作 不与他人互动说话 封闭自己 整整十年 一类洗面 反正就走不出去 就很怕人家讲说 我是一个科夫 你不敢走出去 去跟人家谈话 什么都不敢 就每天都该关在家里面 就这样走过 走了十年 非常的痛苦 到我进持继之后 第三年 我才开始慢慢慢慢的放下 我还要买那四五千元 对啊 出品的 我还要买这一家 我以前 去年的脚 受伤 受伤 断掉 买都没有用 带步 我说 没有用 你看有人就 老人家不方便 煎出来 对 煎出来就给不方便的人使用 很好 能够像现在这样 自在的与相亲互动 是因为后来 正言法师的一句话 让张桂英 顿时醒悟 决定要重新振作 把握人生 今天 给他打个盘保日 我再来盘保站 我们来出发了 师父就讲说 要取自社会 用自于社会 必要猛猛东顿地过路之 那时候我就 自己就吓一跳说 那我十年来 我就是猛猛东顿地过路之 就一直走不出来 一直走不出来 然后我就想说 那好 那十年之后 我已经找到路了 这条路是我要走的 我一定要出来 师姐早 早 这么早就来了 那时的张桂英 认为自己什么都不会 于是他决定 从做环保开始 没想到这一做 就从自己家门口 一路做到城里加东 第一个环保教育镇 现在的他 更借由这个环保道场 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关怀 全递出去 师姐 早 那你要来去做环保吗 好 你是哦 感恩 可是我们要收到 我拿给你 我看你在玻璃这边 坐着拔玻璃 好不好 好 这边比较轻松 好 我教你怎么做 哎 好赞耶 我那天刚好在加东市场 遇到他 然后他就看到我 自己叫我师姐 我说 那这个礼拜天反报 我沾 我们反保 你过来 你过来 我们一起做环保 真的他就来了 这个 这个是铝的 这另外放一桶 然后上这个 就是算铁的 又另外放 这个给你放 这个 这种 这种的 这个给你放这种的 好 我都跟他们称呼 这种是我们的工厨 大家来的时候 好像在做铁 因为做久了 他们已经很厉害了 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他们在分类就很快 他其实在我们这里 他是一个 任劳任怨的志工 因为我们当时 有很多工作 没有办法到位 的时候 都是他第一个到位 我们的传播 一些志工 都是他在照顾 甚至我们一些老婆 撒席 他也都会亲亲去给他看 甚至是扎家老婆 他因为年纪大 没有当年来 他也都会定期去给他看 偶尔也会带来聚一聚 所以他说 对我们这个狂保障 真的是 真心劲力的付出 让人也以身作则 真的他是以身作则 做到无怨无悔 福从做中得欢喜 慧从善解得自在 张鬼英发愿 要将过去封闭自己十年 所浪费的时间 加倍赐回来 更要以过来人的心 陪伴环保志工 让大家都能够透过佛法 找到生命的出口 过去做无怨 这次就要做来导 看贵英师姐 这样子爱护大地 护持大爱台 真的 亲亲给你感恩 感恩 今天除了你来 多美好生来 我们的賴元丰先生 欢迎你来 你好 还有两位你的亲友团 是 许立方思杰 你好 好 还有范美菊思杰 美菊思杰 好 刚才看到 你们身心的胸皮 跟你们这个好生 一模一幼 真的是父母是孩子的模 啊 孩子真的都是跟你们身心一样 一个模子弄出来的一样 你看到他就像你们身心喔 是 但是以前可能的 上身现在应该没了 没了 现在不会了 他没有 也没有 那个时间的上身 因为现在时间就放在社区里面 怕死做主罪的微虎 对吧 对 我们问袁峰喔 爸爸走的时候 您大概 几年级 八岁 小二 小二 嗯 还记得 那个时候妈妈 有那种 哭天喊地啊 或者是 躲在棉被里哭 不让你们看到他悲伤的情形吗 记得 那不过我们回顾一下 当时妈妈的状况 他应该是 就是说 基本上你看到他的时候 眼睛就是红红的 你就知道他是哭过的 但是像我们还小 比较不会去问他说 啊你干嘛哭 你为什么哭 然后 很多朋友啊 像什么阿姨啊 还是亲戚要来找他 你就不用想背的地方 一定在房间 他一定在房间 一定在房间就对了 那出来就是眼睛就是肿 就是天天都大概 天天都是这样子 嗯 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是 对对对 好长一段时间 那时候你要照顾两个小孩 他还有个姐姐 你有两个儿子嘛 是 一女一男 一女 你还要上班 维持家计 没这两个小孩开嘴不吃啥 是 所以你还是有跟人群接触 不过心思打不开的 是是是是 也是在公司里面啦 因为在公司里面 那些同事也非常的好 嗯 他常常都会来陪伴我 嗯 都一直要带我出来 嗯 然后就是他带我先去到 我的资深委员 高雄 嗯 然后他带我到高雄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坚持不要去 他就带一直每次都三班两次 一直一直 一直跟我讲说走啦 我带你出去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然后就带我到我的资深委员啦 啊结果去到那边就有好多的慈禧师兄事件 嗯嗯 就在那边 嗯嗯 那很巧合的就是我第一天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叫陈文前师兄 小港的陈文前师兄 嗯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不要浪费的时间在那边伤心 你要走出来你的心态会宽阔 他知道你上呼之痛 知道 他们都知道 嗯 因为我要去之前他们 我自身的就有跟那些高雄的资深委员 有讲我的来路了 哦 然后讲完之后 我回来又有比较 好像心情有比较好一点了 嗯 然后两个月之后他们就要 来我带你去金色 我一进到金色就是金色师傅 他就很温和的跟我讲说 啊回来 那时候我就听到说回来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回来就回来吃饭 哦 很像我自己找到路了 找到家了 嗯 然后在上年开市 同样的又讲了那一句话 不要懵懵懂度的过一日过辈子 要取知以社会 用知以社会 我那个时候才当头帮说 啊怎么这么准 两年 知生委员也跟我这么讲 然后上年也这么讲 嗯 我想说 哦 好准哦 好准哦 我自己就一直讲说 我不但要做 我还要加倍做 我要把那十年的加倍做回来 哇太棒了 哦 过去榜水老了 买乎了 老掉了 就把握当下 对 认识慈器 知道有环保之后 哇不得了啦 听说 带着你 带着姐姐一起做环保 对 你们家成为你们那个地方 第一个实际的环保站 对 做着做着 不只带着儿子 带着女儿做啊 听说你老婆 跟你这样做环保 做几个年 是 还有你老婆 看大家这么辛苦 又买了一台环保车 是 还有你老婆 也是我们的环保志工 哇 一家那三台都在做环保 对啊 因为我自身委员 他跟我讲一句 他说你要回去带洞 你一定要有人事物 你要有人事物 你才能够成就 你要想要做的事情 那时候我在想说 我要哪里找人事物 那就从我的亲戚朋友 先找手了 就开始带动 慢慢的 慢慢的就 人事物就出来了 所以一路走过 十几年了 一路要20年了 可能有了 从你们家一个点 到现在你承担 家东环保站的负责人 都10年了 是 不简单 儿子收获很多 对 你现在虽然常常要出差 出国 出国的时候都会带着 妈妈爱的叮咛 还有环保快 对 就出国的时候 反正我们家找到最多的 就是环保快跟水壶 然后妈妈都会讲 你反正现在出去都要带着 这样子才可以落实 这个环境保护 所以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都还带 阿母 先说了 你也自己的父亲 交友得很好 你也要带着很多 发青到你身上的人 甚至包含一位 跟袁峰一样 都叫你阿母的人 这可是我们嘉东地区 第一位受证的辞呈 叫阿东 阿东到底跟我们的归因之间 有什么那种 不是同个户口下面 但是轻无己出的感觉 请看下面这段影片 是说这些都在做 对阿 都要整个挑户 整整的这我们母亲 阿 有人要 日工有人要放 都有十多人饭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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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 在嘉东环保教育站的付出 让志工们十分赞叹 阿 郭英师姐和阿棠 师兄 他们其实不是清新的母子 但是他们的感情和默契非常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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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有有这些事情 他都要看 这些都准备的呢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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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是在附近啦 可是女兒也忙 我也忙 有阿棠在陪伴著我 所以他們就很放心 阿浩瑞 有 阿浩瑞 九時 你怎麼靠你靠了 讓我靠喔 你就順便靠一靠 你就知道我沒用喔 我獨得 我獨得 是 要對 我沒吃冰桶 冰桶啥 什麼 冰桶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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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要我和你 是呀 阿棠都早年一起去 對啊 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很愛扮 就吃拿來好嗎 好 好 你吃一碗我吃一碗 這樣好 當然有 坐著再坐 對 對 這樣不讓我來嗎 現在的張桂英雖然是獨自生活 但志工勤務排得滿滿滿 因為有回收場撿來的兒子 阿棠當助手 張桂英忙得很安心 他現在就像一個國中生的孩子一樣 有叛逆局啦 他也會很生趣啦 這個就很感動的 你看 十幾年來 你自己的嫁有當時要把他黏黏 也不吵完 他這個都不會黏黏就好了 這就是 感覺到很安慰的地方 他都會黏黏 他會黏黏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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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家跟他說 他會黏黏 人家知道要這樣做 你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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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黏黏了 你跟他說 師兄 你留病早 你媽媽這麼厚 你國家的他抵車 我沒有黏黏 你走路了 我只在這裡睡著 我又要黏黏黏 你黏著了 我還黏著了 我還黏著了 你還黏著了 我又要黏著了 愛豆嘴的魔子良 卻顯現出其中深厚的情感 張貴英 就是以這樣的愛與關懷 珍惜身旁每個人 想今天 他就要去關懷一位 早年陪著自己 一起做環保的老職工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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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的時候 我從開始做環保的時候 就85年 86年 那個時候 因為環保都是老化比較多 老年齡比較多 那這兩個菩薩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就把他們當成寶 然後他們就會一個一個 替我去宣導說 我們去做環保 甚至他們都騎著腳踏車喔 腳踏車就一個叫一個一個叫一個 然後真的我就很感恩說 有這些老菩薩 來一起來帶動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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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怎麼樣對待這些老菩薩 就像自己的媽媽 爸爸 腳踏聽到他不舒服 他就會說 假如孩子不在 他就會說他來載他去給醫生看這樣子 我不會抱怨 這句話是都每天說對 我吃不好說 吃不好說 哎呦媽媽太平安了 人們很知道 天色周漸變暗 張貴因的腳步不停歇 他說 人家需要我 我就到那裡去 因为他要把自己当初得到的爱 满满的产递出去 是啊 有苦的人走不出来 有福的人就走进去 因为知福 习福 宰造福 你十多年前你要去英国求学的时候 就把妈妈托付给刚刚我们影片中看到的那个阿唐 对对对 因为姐姐那时候刚嫁没多久 我想说他应该也蛮忙的 刚嫁过去嘛 然后我又要到国外去念书 我就跟那个阿董师兄说 阿董 我的母亲就拜托你照顾了 然后阿董就说不要紧啦 有我爹的你放心啦 就很贴心的一个 弟弟或是哥哥都可以 总觉得自己多了一个兄弟好照顾就好了 对 包含女儿嫁出去也跟你的儿子一样 也是啊 定期会给你这个零用收费啦 给你做主席不用烦恼啦 对 是 好 我们两位亲友团 真的也要来跟你见证一下啦 我们第一位是立方思姐啦 立方思姐算是你的嫁子 是 这位母鸡真的是陪伴你走过很多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是你现在在经营数池小吃店喔 听说他非常大心 非常细心 非常贴心喔 对啊 对啊 怎么说 嗯 他都会常常来的母娘啦 啊 他都会关心嘛 对啊 啊他 就是他 反正他就 他就很好很好就对啦 都用心付出这样啦 他不可能每天都会跟你交关嘛 不然的话 你要收这些情侠 但是他会想这些办法 对啊 去大间的宿舍餐厅 看人家怎么做 对啊 人家的手路菜怎么做 人家的料理怎么搭配喔 对啊 那是他出钱了 你出钱 都他出钱了 开车再问 开车 载你去 还说你都不用花百千元 不必 等着吃饭再看菜式 这样喔 过来我们的美菊师姐 美菊师姐 你拜他还多久了喔 听说你是国后 也国中保后的同班同学喔 对 他那时候他在做主席了嘛 你只是会员而已 对 他那时候刚才叫你大地人 听说他经常亲家 对 亲家去哪 去政宅啊 去宅家做既宗喔 对啊 你还要知识创造力量 都要把握当下去付出啊 对啊 难得机会 难得机会 要把握因缘 很多事情真的是 没有把握就错过啦 对 就像你跟您先生 这个 先生在民国93年 2004年往生之后 听说你也把自己封闭起来啊 对 对啊 那个时候是很感恩 归人使节啦 他常常去关心我 他去关心你 对 啊 呃 他也是一直制造机会 给我走出来啦 叫我去环保站煮点心啊 哦 对啊 社区量血压啊 哦 哦 那时候我也会退屈 我就会说 不要啦 我身体不舒服 我不要出去这样 可是他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 好啦 归队了啦 你已经躲两年了还不出来 哎 他有跟你说我曾经躲过十年喔 你不要跟我一样浪费时间喔 对 他说要保护当下 嗯 那做着做着你会觉得说 好险没有把自己关起来啊 哦 我很感恩他一直拉我 嗯嗯嗯 这就是不要让别人跟你同样 对 你吃过苦 不要跟自己同样 嗯 所以您在慈激真的学到很多法宝 从没有自信到现在可以侃侃和谈 从啊 不要开这里 因为要做主座 嗯 要做主座 还可以债婆山 是吗 是 诶这个慈激给人无限的力量 跟无限的希望 对啊 所以我常常跟我自己讲说 既然慈激齁 从不会邪道会 又能开智慧 嗯 又变贤惠 又变贤惠 贤惠是没有啦 我听您好声音说 妈妈做慈激之后 也没有变得更好 让你觉得说我以妈妈为荣 嗯 应该是说 她的转变会让我们比较惊讶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 可能她也不常说这个事情 她以前都要穿的 跟那个照片 跟以前跟现在不一样 她以前是那种fashion的年代 我小学我记得好像是 四年级五年级去做脸 我很讨厌去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要全家做脸 妈妈带你去做脸 跟我姐三个人 那很讨厌去的原因就是 要做很久 你知道吗 她做完然后换我姐 我姐做完再换我 然后有时候去百货公司 我们都是 先跑那个玩具的地方 她不是她是跑那个化妆品部 一罐乳衣 十几年前万几块了再买 我就觉得 对啊 然后之后 她做完实际之后 有的时候像她鞋子坏掉什么 都是我姐姐去帮她处理 她从来不会想说她要买鞋子干嘛 她就常常说大衔金给我好吗 因为她拿来可能捐衣捐助 善款还是怎么样 有一天我回家 我觉得很惊讶 有一件很老式的那种内衣裤 有吊牌 我说阿母啊 那你怎么买这种样式的 我说 那你 我可能想说她是不是没钱 还是怎么样 你 没钱你就跟我们讲 我们处理就好了 她说没有啦 这个我回收场 买鞋子 我自己要穿 尺寸和 她不会去在意她的样式 喔不OK 反正内在没 可以剪就剪 不能剪的 没关系 再来研究穿到不能穿为止 我真的好感恩今天来 因为这个你没讲 我们 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但是看得出妈妈 她的改变 或许过去 失去了丈夫的爱 她可能靠其他东西来装饰她自己 不然是做脸 让自己看得清孙永住 或是用外表的打扮 让自己感觉很漂亮 但是现在做的实际不一样啊 勤俭 徒实过生活 对吧 对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圆峰 代表家里的小孩来 也感恩两位法亲陪伴 要祝我大家 合家都平安 屏宫亮起来 感恩 既然 祝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